欢乐颂应该很多人都看过 它的第一部取得了较高的收视 被公认为良心之作 欢乐颂的舞美也因此走红 但第二部播出后豆瓣评分仅5.3分 很多人觉得第二部没有第一部好看 有消息称 欢乐颂第三部即将开拍 但回首第二部的剧情 这剧还怎么拍下去呢 在第二部的结局中 凡胜美决心要找回自己 不依靠男友生活 缺小肖跟赵启萍依旧是一对恩爱的小情侣 关居儿和男友冲破各种阻挠在一起之后 男朋友却说要去美国深造 而安迪要跟小包总结婚了 再加上邱盈盈答应了殷勤的求婚 还见了家长 那么安迪和邱盈盈在结婚之后 势必会搬出22楼 欢乐颂的舞美缺了两个 第三部剧情还怎么继续呢 有网友表示 接下来是婆媳大战了 杨子也在微博调侃到 第三部小蚯蚓主要是在家带孩子 想想在第三部里 安迪也该怀孕了 估计还是有很多可以拍的 不过有网友认为 欢乐颂不应该继续拍下去了 因为第二部的口碑已经远不如第一部 只会越拍越烂 大家会期待第三部吗